字幕提供 幹什麼? 粗癢一點, 跟你去地盤賺錢 不關事的, 做地盤不用大隻腳走 不用的嗎? 我拿著, 保持著我的 比賽是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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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些海鮮菜館 為何來這一間呢 接觸這間餐廳 其實我有一個跟學唱歌的學生 他帶我來這裡一起慶祝吃飯 開始來這裡吃 吃完第一次好吃,然後帶老婆來 當時我們還在拍拖 不久,我想是兩年左右 當時我們很多時候有兩個人 在菜館有些東西可以半份半份… 半份的喊的 有些東西可以半份半份的喊 所以當時會來這裡吃飯 是鹿腩來了 好 這個就是青湯綠腩 很期待 樣子跟普通的青湯腩有甚麼分別 對 喝起來有分別 我覺得綠腩對比牛腩的味道較濃 試試吧 濃味很多 而且對比牛腩的味道較爽 但肉的味道較濃 不是酥味的,沒有羊腩的酥味 有時會很害怕 經常說這些味道是野味 會很害怕,會有酥味 沒甚麼酥味的機會 沒有的… 肥味很香 很大隻 通常都是要這些的 那些女生… 對… 要上級… 跟我的手掌那麼大隻蠔 好,我先收拾好一點 你可否吃完後說那些… 很好吃 口感不知如何 說那些… 對… 跟我的手掌那麼大隻蠔 Carmeny 那我滴到褲子 沒事… 好,先嘗嘗 從做了爸爸後 經常留意同行的人吃東西 是否滴到褲子 小心點 但我看回自己的褲子 自己的褲子都很髒 你做爸爸等於甚麼 其實是一個你未準備好成長 但被迫… 成長的小孩 其實沒有人準備好才生小朋友 其實一定是邊學邊做 別以為自己可以做得 像跟自己的爸爸一樣那麼好 會令自己有一段時間都挺疲憂的 慢慢學會,不要比較 原來跟爸爸也可以比較 是 是迫著要成長,但未必能成長 但成長不了,又能過關 是 本身關心和能力是兩件事 這是不用說能力的事 好 我們吃蠔 好 烤之前應該是炸出來的 表面又脆,裡面的蠔也能保持 我汁調得很好 很好吃 一隻蠔可以吃大半碗白飯 其實中菜很多都會加蠔油 是 豉油做的,有底味 炸蒜、洋蔥 要留意,阿彪為何會用紫陽蔥 紫陽蔥味道更強 對 時椒炒蜆,升麵底 炒蜆就是一般吃到標準 很普遍的炒蜆的原素,不會太鹹 有鑊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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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它會比一般吃的炒蜆汁更多 就是用來蘸這個麵 這裡中間的下面沒有麵底 不是,是碟子,將麵變成一顆星星 我們就可以蘸 如果你想拌勻就可以… 浸得沒那麼久,就可以脆口吃 好的 因為人人喜歡不同 好的 好的 好,很美味 好吃的蜆 正常好吃的蜆 不會太鹹,有鑊氣 但汁一定要拌勻 而且這個麵很脆 加上這個汁… 很配合,很友善 沒錯 這個重點推介 這隻是帶子,贏的 一拿這道菜出來,就贏的帶子 外脆內軟,當然不在話下 而裡面,我覺得有點椰奶味 是否裡面有椰奶味 有椰奶味,我多厲害,吃得出 那到底下一間我們去哪裡吃 下一間我們去考名街 他在我樓下的住客會所裡開店 然後開到出來搬頭 好 表哥… 阿Dib平時多久來一次 他每次都吃這幾樣 是,尤其是炸鮮奶 好,阿Dib,我們現在來到茶樓 為甚麼是茶樓 小時候爸爸會帶我去很多地方吃東西 我們是海豐人 但香港沒有海豐食物 我們最近的就是吃潮州的東西 這個餐館我吃了超過15年 即是在這裡15年 他之前不是在這個店 他19年才搬來這裡 他最厲害的就是掌營 老水的… 掌營 吃老水,尤其是潮州的東西 最懂得吃的一定是吃掌營 那我們今天是… 沒有叫掌營 因為讓你由淺入塞 一個是凍蟹 但平時吃蟹會有… 那些是甚麼 掌營 這些都幫你掌營 所以用手也不錯 用手也不錯 新鮮的蟹、鮮甜 肉的結實 有海水味 知道烹調的時間拿捏得剛剛好 因為不會過熟 對,說過了之前也要加烹調 那你再加烹調 沒錯 再加烹調 加烹調 喝了… 那個是鵝肝 鵝肝怎樣 想不到,你試試 這個鵝… 收起他的主持糧 因為主持,令嘉賓答應 他算是成功的 鵝肝… 鵝肝… 我覺得發揮得很好 因為它有一股霉甘的味道 吃完之後 它慢慢有魚韻在口腔中 今天這件是比較爽口的 結實的 爽口的 平時比較大 粉 我試試鵝片 我覺得其實最重要是醋汁 大口肉,不會太粗糙 其實這個醬汁是重要的 但是反而我們要吃本身的滷水的底味 滷水除了冰糖、生抽、老抽 裡面還有一堆藥材的材料 還有花椒八角的 就是這幾樣的平衡 是否平衡 那包滷水材料,即是藥材 如果煮得太久 太多 或太多,滷水會帶苦 第一,入口是否夠香 我覺得滷水鵝片比較清爽 為什麼你會開始想到自己想拍影片 因為我自己很喜歡看影片 其實激發到我真的去 推出一些自己拍攝的東西 是我回了地盤之後 那你之後想拍一些 好像那些人記錄小朋友那種 又是剛才剪的 昨天畢業了,昨天拍攝群 帶她去剪頭髮 好像短短的… 其實我會存在一些片段 那段片段是給我兒子的 還有一段時間 她的扭解、發難纏片段 她在結婚生子的時候 我會在她的老婆兒子裡 放出來 放他的臉 不,收回效用也好 好 反沙胡要怎樣 臉上要有白色糖,裡面的食物 很脆脆的 脆脆 我聽過反沙戶有很多狀況 真的試過吃的時候很硬 好像還沒熟 有些人拍過給我看 其實糖都炒得有點黃 已經開始變焦糖 怎樣?這個熟嗎 熟,很棒,焦糖 焦糖 面子是脆皮 對,從生炒到熟 這個真的很棒 焦糖脆皮加上裡面的芋頭香 很合適 就像吃過一個固體的芋頭西米露 對… 這個你會否覺得很甜 因為我第一次看到 它整堆糖在一起 我也有確保,我比較大才吃 看它的樣子,好像很甜 但實質在芋頭表面的糖 不會太多 因為反而貼上去的就是適量 這個就是古代人的智慧 真的古代人的智慧 真的古代人的智慧 又讓它想到,很聰明 吃完東西了 是時候帶我去工作嗎 一千元一工都做 因為… 一千元一工是我入行的價格